不到一星期的时间 回收义务堆满整个空间 几乎是两年的累积量 因为疫情加上年节大扫除 导致二手衣暴增 志工接洽回收商找到了好去处 古今的回收商 来把它制作成母布 因为我们也知道 这些工厂 他们都会使用到大型的机器 那这些机器在使用过后 都会很肮脏 那所以他们可以用这些母布 来清理这些大型的机器 像这些工具还好 还丢了 还新新的 还没有开了 包装都还没有开了 在马六甲回收最多的 同样也是衣服 看这枝这样很沙一样 像我 我孙子还只要一步穿都没有 小孩子 现在是多 他整个是吗 看到很可气 你看哪 看起来 精进在哪 看很看 看到比较好一点的 可以穿 就拿去港元服 给港元服送给他们 有新有旧 环保志工再分类 妥善运用 要让物命发挥最大的价值 大爱新闻知诚美志工 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